大家好,欢迎观看《读书片课》。 我爸和他现任妻子,儿子被救护车拉来医院的时候, 我刚查完病房,准备下班。 手机铃突然响起,我一看来电显示,竟是我们医院前台的号码。 我以为前台有病人找我,结果接通后,里面却传来紧急的询问。 您好,请问是陈丽明先生的家属吗? 已经八年没听到过我爸的名字,我愣了一下,是,怎么了? 陈丽明发生车祸,被送到了中心医院,您尽快过来一下吧。 着实没想到,时隔多年再和我爸见面,会是在我们医院。 我挂了电话,稍稍地纠结一下,将白大褂脱掉,换成自己的私服,去了前台。 陈丽明人呢? 小护士看到我,一脸惊讶。 陈医生,您怎么知道? 呀,你们都姓陈,该不会。 我点点头,嗯,我就是陈丽明的家属。 小护士神情复杂,赶紧带我去了急诊室。 他们一家三口里,就我爸受伤最轻,只断了一条胳膊,正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哀嚎。 我凑过去,帮他处理伤口的医生语气严厉,正急救呢,闲人。 回头看到我的脸,他语气立即缓和。 你呀,你怎么还没下班? 我爸在血色一片的视野里也看到我,瞬间不疼了似的,睁大眼睛。 慢慢,我淡定地望着他,陈述事实。 医院通知家属过来的,同事给他伤口消毒,他又开始疼得嗷嗷直叫,说话都断断续续。 那,那你,快帮我打听一下,你弟弟,你弟弟怎么样了? 不等我开口,了解情况的同事先回答道。 和你一起送来的那个男孩头部重伤,目前正在昏迷中。 一起送来的那个女人,胸椎骨折,已经安排手术了。 同事看我的目光有点不确定,不知该不该同情我。 我打消她的顾虑,我妈是她前妻,手术室里的是线人。 解释完,我看向我爸,你也别太担心他们,相信医生,他们会尽力地帮助你们的。 我先去把你们三个的费用缴了。 听了这话,我爸痛苦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惊讶与感动。 不过,在他被我拿着那只好手解锁了手机后,那丝感动立刻就消散殆尽。 我觉得有点好笑。 想什么呢? 八年前一分钱抚养费都不给我,现在还指望我掏钱给你一家三口,垫付医药费。 虽然我是一位医生,我应该怀抱仁爱之心,可以想到八年前发生的一切,我就控制不住地要感叹,时间果然存在因果报应。 八年前,我高考失利,没能达到本科分数线。 这样的成绩已经让我很难过了,可我爸听说后,立刻就杀回家和我妈大吵一架。 指责他没把我教育好,说我学了十二年,就考这么一个破烂分,让他在外面抬不起头了。 老子天天累死累活地赚钱,你们就这样对我。 妻子妻子不贤惠,女儿女儿不孝顺,老子真他妈受够了。 离婚,不过了。 我第一次见我爸歇斯底里,我吓得只敢躲在屋里哭。 我恨自己不争气,为什么没考一个令我爸满意的成绩? 越想越自责,我给自己胳膊都咬出了血印子。 那一晚,我哭到很晚才睡着。 第二天醒来,已经是中午十二点。 我爸应该是又出去工作了,客厅里只有我妈一个人。 她见我睡醒出来,抬头望着我,双眼红肿满是愧疚。 慢慢,收拾东西,我们出去住。 我愣在原地,好像听不懂我妈的话。 她起身朝我走来,将我抱进怀里。 对不起,妈妈和你爸离婚了。 那天,我成了离异家庭的孩子,我听话地跟着我妈收拾了行李,搬出生活了十八年的家。 但我心里还存在一丝侥幸,那就是我复读一年,考个好成绩,让我爸高兴,他就会和我妈复婚,重新一起生活了。 可我们才搬出来一天,邻居家的妹妹就愤愤地给我打来电话。 慢慢姐,你爸真过分,你和阿姨才走,他就带回来一对母子。 那个男孩都上小学了,他应该早就出轨了,还说什么因为你考得不好才离婚。 呸,不要脸的渣男。 电话挂断,我心脏疼得像被人用刀子扎了似的,脸上也已经满是泪水。 我妈正好进来叫我吃饭,见我这副模样,当即也控制不住,跟我抱头痛哭起来。 慢慢,是妈没用,连个完整的家都给不了你。 如果我可以做得让你爸满意一些,结果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。 让我爸满意,怎么才能让他满意? 再给他生个儿子。 事实上,我妈已经尽力了。 儿时模糊的记忆里,他们两个整天喝一些乱七八糟的偏放,有一次还喝了浮水。 那时候,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,后来大了点,才知道两个人是在为了要个儿子努力。 我妈跟我说,再生个男孩,以后我嫁了人,被婆嫁欺负,弟弟可以帮我撑腰出头。 所以我也很期待自己能有一个弟弟,只是后来去医院一查,我妈身体好像出了点问题,成了不好怀孕的体质。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,我爸的班越上越长,拿回家的钱却越来越少。 现在那个男孩一出现,谜题瞬间被解开,钱都去了他和他妈那儿。 所以,出轨的是我爸,我妈为什么要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? 妈,你没错,我也没错。 不想让这个家存在下去的,自始至终都是我爸。 就算我考上清华北大,这婚该离照样离。 想明白这一点后,我和我妈很快地就走出了被抛弃的阴影。 但我们的日子却没有因为心态变好,而越过越好。 我妈结婚后就做起了家庭主妇,近二十年脱离社会,又没什么一技之长。 离婚后很难找到轻松又赚钱的工作,只能在医院里给人端食把尿地做护工。 我想减轻我妈的经济压力,厚着脸皮回家找我爸要抚养费。 我爸一听,当时就气得拍了桌子。 他指着我鼻子说,你都十八岁成年了,又不少胳膊不少腿,要什么抚养费? 上尉小三从卧室里听见我们的对话,也跑出来凑热闹。 他欺负我那会儿不懂法,说我这种情况就是告到法院去,法院也不会判我爸给抚养费,反而我败诉,还要支付大笔诉讼费,给我妈增加负担。 我被他唬住,但也不想白跑一趟。 就问我爸,那你不给抚养费,给我出一半复毒的费用,可以吧? 谁知我这话才出口,就得到小三刺耳的嘲讽。 慢慢,我听你爸说,你学习烂得一塌糊涂,怎么还敢想复毒的事? 你不是心疼你妈妈,你应该早点出去赚钱养家呀。 你干脆也去医院上班吧,和你妈一块让她当护工。 给人端食盗尿,嘲笑我就算了,她还嘲笑我妈。 我当时也不知是哪来的胆子,反手就在那女人脸上抽了一巴掌。 但下一秒,我胯骨一疼,就被我爸抬脚踹倒在地。 你在谁家发疯呢? 她也是你妈。 你敢动手。 我坐在地上尖叫,她不是我妈,她就是个下贱的小三。 我爸又给了我一脚,笨狠狠地骂道,你这畜生,嘴怎么学得这么脏? 是不是你妈教的? 我妈被她欺负得那么惨,离婚后却没当着我骂过她一句。 她凭什么就敢把屎盆子往我妈头上扣。 我翻身爬起,端起茶几上的水杯,朝着她脸上就泼了过去。 你不配提我吗? 怒吼之后,可想而知我会遭遇什么。 但幸好邻居妹妹一直在外面等我,及时地把她家大人找来拉架。 拖着半边淤青的右腿回家,我一进门就扑进我妈怀里。 妈,我以后一定好好地学,一定考上很好的大学,找一份很好的工作。 我要赚很多很多钱,带你过比他们家好一万倍的日子。 那晚看了我的伤,我第一次听我妈用恶毒的言语咒骂我爸。 她要去找她,我没让。 第二天,房屋中介上门。 为凑齐我的复读学费,我妈一夜没睡,狠了狠心,把房子卖了。 三十多个平方的老破旧,才卖了二十万,到手十几万。 拿着这些钱,我妈给我交了复读学校的学费。 一年后,我高考成绩出来,全省排名六十五。 我激动地跑去医院,给正在做夜间看护的我妈报喜。 可到了病房,我却没看到我妈。 走廊里有两个护士匆匆地跑向女士洗手间, 我闻声突然有种一阵不祥的预感,也跟着跑过去。 果然,我在里面看到了我妈,她晕倒了。 这一年为了赚钱,她白搬上晚上夜搬,长期睡眠不足,终于体力不支,晕厥过去。 因为这次晕倒,我妈还查出肺上涨了一个瘤。 也多亏这次晕倒,瘤子没得到恶化的机会就被摘除了。 医生安慰我,放心吧,发现得特别及时,以后只要别累着,基本没有复发的可能性。 我一把鼻涕,一把眼泪地向医生鞠躬道谢,感激之情,溢于言表。 她救了我妈。 我从来没这么崇拜过一个人,也是因为这件事,我决定了报考医科大。 我妈非常支持我,但她唯一发愁的,就是过去一年,她为了省点钱,医保停缴了。 结果谁知后面会要做手术,没法报销,把手里的那些钱都花了进去。 她十分自责,我真是太蠢了,为了省那么一点钱,花进去那么多的钱,连你上大学的学费也被我败光了。 我也有点一难平,但比起钱,我妈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 妈,你别想了,你现在就好好的休养,我就你一个亲人,你绝对不能再出什么意外了。 隔壁床的病人听到,好奇地问我,孩子,你爸呢? 没了吗?我看我妈一眼,冲那人点点头,对,我就只有妈妈了。 我爸现在只属于那个小三和他们的儿子。 不过听邻居家妹妹说,那小三的儿子还挺争气,没白浪费我爸给他找金牌外交的钱。 小学毕业后,以外语第一的成绩,进了本市著名的双语私立中学,学费一年小十万。 顶我大学本科加读研的总学费。 我妈也听说了这事,所以她让我把自己被知名医科大录取的消息告诉我爸。 说不定她一高兴,就能帮我把学费的问题解决了。 我当然不可能去找她,她在我心里早就跟死了没区别。 妈,学费的事你不用操心,国家有助学贷款,我先贷款,以后赚了钱把贷款还上就行。 我的助学贷款申请很快地就批下来了,那年八月底,我终于顺利地成为一名大学生。 苦读八年,我的奖学金,假期打工酬劳,论文稿费,不光还清了助学贷款,还存了一个小金库,以我妈的名字,首付了一套小高层。 我妈养好身体后,也不在医院做护工了。 之前照顾过的一位奶奶,出院后需要个衣食起居的保姆。 她和我妈投缘,就开了一个月六千八的工资,让我妈搬去和她一起住。 那个奶奶很大方,不是花了钱就要把人累个半死的雇主。 我妈平时就做做饭,洗洗衣服,陪她一起看看电视,过得还挺惬意。 奶奶也很喜欢我,她是第一个除我妈以外,夸我聪明的人。 还要介绍她国外留学的孙子给我出对象。 不过因为我爸的关系,我对恋爱结婚这件事很没信心。 这八年来,不论是我获得怎样的荣耀,我爸都没找过我一回。 我想,在她心里,我也跟死了没什么区别了。 她的眼里就只有她儿子。 听说这些年,她把赚到的钱全都花在了她儿子身上。 亏了自己和小三,都不能亏她宝贝儿子。 我曾阴读的幻想,她宝贝儿子培养半天,最后也考不上大学。 可令我刮目相看的是,她儿子还挺争气。 第一次高考,就跟我复读一年后,考的分数差不多,顺利被一所九八五录取。 我爸应该高兴坏了,兴许还会逢人就夸。 男孩就是比女孩聪明,一举夺魁,不用复读。 但就算如此,那又怎样呢? 这么聪明的儿子,也未必就真的他亲生的呀。 我在医院电脑上,看到了我爸一家三口的资料。 我爸O行血,小三行血。 O行血的人和A行血的人所生的孩子,可以是O行或A行。 但不会是B行血和AB行血。 而我爸一直当作是宝贝的儿子,血行却是AB。 也就是说,他捧在手里怕掉了的宝贝儿子,根本就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 这么多年,他不养自己的亲生女儿,反倒劳心劳力,帮别人养了儿子。 曼曼,须有怎么样了? 醒了吗? 每天查房去我爸那里,他就拽着我问东问西。 但我一直没有将陈须有不是他亲生儿子的事告诉他。 不是心疼他父爱错付,会接受不了。 只是我觉得,我应该更负责一点。 查清楚其中的真相,再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他。 还没醒,不过你放心就好,手术所有环节都很顺利,他一定会没事的。 那脑子呢,能恢复正常吗? 会不会变傻? 可能性不大。 一开始可能有影响,但过段时间,这种影响就会消失。 放心吧,明年大学开学,他应该赶得急。 听我这么说,我爸松了口气,自顾自地念叨。 老陈家好不容易出了歌。 话说到一半,他突然打住,抬头看我的时候,有点尴尬。 之前说顺嘴了。 现在应该是,老陈家终于出了两个大学生。 慢慢,爸真没想到,你是大气晚成型。 我笑而不语,嘱咐他好好休息,便转身离开。 其实,我也不想大气晚成,要是他在我小时候,也花那么多心力,财力培养我,我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复读。 从他病房出来,我又去了小三的病房。 小三运气是真好,胸椎严重骨折,竟然死里逃生,活了下来。 而且操刀的是我们院技术最好的院长,帮他完美地规避了高位截瘫的风险。 不过瘫痪不了,不代表可以恢复成正常人,他以后行动肯定会非常不便。 加上年纪越来越大,我估计用不了十年,他就会生活不能自理,需要有人在旁端食盗尿。 小陈大夫来寻房了呀。 小三隔壁的阿姨冲我热情的招呼,把正在睡觉的小三吵醒。 睁眼看到我,他眼里就露出了一股心虚。 阿姨怎么这么看我? 我是来给你报喜的。 陈虚有手术也很成功,虽然还没醒,但很快地就能出重症监护室了。 转到普通病房后,你们的经济压力也就相对减轻了。 我爸目前的状况还不能过来伺候你,你真的不需要找个护工来帮你清理一下吗? 说着,我目光描向了他失禁的下体。 他秒懂我话里的意思,气得脸色煞白。 投诉。 我要投诉你羞辱病人。 隔壁阿姨替我说话,你这人怎么不分好歹? 人家小陈医生怎么羞辱你了? 人家就是好心地问你,要不要请护工。 小三恶狠狠地瞪一眼阿姨,又满心抱负地看向我。 是吗? 好心。 那好啊,我雇你妈来给我端食道尿。 我居高临下地望着他,微笑着解释,不好意思啊,我妈早就不做护工了。 她现在跟我刘叔定居云南,在开客栈。 刘叔是雇佣我妈的那个奶奶的侄子。 奶奶看撮合不了我,就把我妈介绍给了她丧偶的侄子。 刘叔长得没我爸高大,才一米六几,但心地善良,也不重男轻女。 三十多岁丧妻,为了两个女儿不受欺负,她一担,就担了二十多年。 这次是两个女儿都希望她能和有个老伴共度余生,她才在奶奶的介绍下认识了我妈。 那两个姐姐对我和我妈都很好,两年前还亲手操办,给我妈和刘叔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。 其实还挺谢谢你的,要不是你的出现,我妈现在也不可能过得这么潇洒。 所以,阿姨你有什么难处,尽管给我说,哪怕是去茫茫人海中将陈虚有的亲生父亲找出来这种事。 文言,小三脸色立刻油白变紫。 医院工作繁忙,我其实是没时间去调查陈虚有身世的,但我以前的邻居妹妹还挺闲。 这么多年,我们一直有联系,她嫁了个富二代,早早地当了母亲。 平时孩子有个头疼脑热,都是我过去帮他们看的。 所以,一听我有事要找他们帮忙,她和她老公一口就答应下来。 而且很快地就把小三和陈虚有的身世调查了出来。 小三是外来打工妹,在她来到这个城市前,她还在东莞待过三年。 做的是什么生意,从她勾引男人的手段上就能轻松地猜出。 三年打胎十几次,其实她早就没了生育能力。 陈虚有是她找曾经的姐妹抱来的,生父根本就不想。 但说起来,陈虚有确实跟我爸挺有缘。 生父都不知道是谁,却长得跟我爸小时候很像,也难怪我爸一直没有怀疑过。 我爸当初跟小三好了以后,整天在她耳边念叨想要个儿子。 小三在外面也混累了,想找个长期饭票,于是听说曾经一起下海的姐妹意外怀孕,想打胎,便就生这么个歪念。 她谎称怀孕的那阵,我爸正好工作忙,到处出差,孕后七十,我奶奶又没了,我爸回家张罗丧事,心思都在怎么跟老家亲戚抢地的问题上,也没察觉。 最后双喜临门,她的抢到了,小三也把她心心念念的儿子生了出来。 这天夜班,我去寻房,病房里只有小三一个人。 我坐到她跟前,把自己查到的所有都讲给了她。 面对事实,她一开始不承认,但当我说可以帮我爸去做亲子鉴定时,她一下子就耸了。 无法自己翻身,她直挺挺地望着我,泪眼婆娑。 就像当年,我被我爸踹在地上动弹不得,一样可怜。 蔓蔓,我错了,我求求你,你别告诉你爸。 你爸真的很想要一个儿子光宗耀祖,你要是告诉了他,他肯定会很伤心的。 你知道吗? 这么多年,他为了培养虚有,付出了多少啊? 虚有现在就是他的命,你要是告诉了他,那不就等于要了他的命? 你是他的女儿,你不能这么不孝,你还是个医生,你不能把好人往死里逼啊。 我听完,差点给他鼓了掌,说得真好,我是女儿,是医生,所以我要保全他们一家的幸福。 在他的阴阴期盼下,我沉默片刻,点了点头。 行,我不告诉我爸,再等一年吧,他养儿子这么辛苦,是应该让他享受享受光宗耀祖的荣耀。 也算我尽孝了,时光荏苒,白居过细。 我爸的便宜儿子休养了一年,终于去学校报道。 他学的是法律,立志要成为一名检察官。 我爸特别相信他的实力,现在出门逢人就炫耀,我儿子是未来的检察官,我闺女是三甲医院的医生。 对于被他捎带上这件事,我还挺不好意思的。 毕竟一年时间已经过去,我该把大礼送给他了。 时间挑在他生日那天,成了医生的我,作为有出息的子女,被他邀请到饭店。 许久不见的叔叔伯伯婶婶,特别亲密地拉着我免费一诊。 仿佛忘记当初是怎么打发我妈,不借钱给我复读的了。 那天,陈虚有姗姗来迟,带了一个女孩子。 她长大后就不太像我爸了,像她亲妈,一双桃花眼挺招女孩子喜欢。 不过饭吃到一半的时候,我去洗手间,正好在走廊里听到她和她女朋友的对话。 女孩子很生气,你从来没说过你还有个姐姐呀,而且你妈妈还不是原配。 陈虚有,你到底还隐瞒了我多少? 我是喜欢你,但我家庭不可能接受你这样的家庭的。 这顿饭你继续留下吃吧,我走了,你也别再联系我了。 刚在饭桌上,我听我爸说女孩家庭优渥,父母好像是事业单位的大领导。 也就难怪了,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小三的儿子? 不对,说是小三的儿子太不精准,应该是失足女的儿子。 女孩气愤地离开,懊恼地陈虚有刚要追,就发现拐角处的我。 我俩没什么正面冲突,以前见面就是单纯尴尬。 但这一刻,她看我却像看仇人。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? 我笑了,我不来,你的原生家庭就幸福美满了吗? 而且,我不光自己来了,我还把你的亲生母亲也请来了。 陈虚有一愣,什么意思? 我联系上陈虚有生母时,她刚刚出狱,自己卖银还诱骗他人卖银,被判得年数不短。 出狱后,无依无靠,她正好也想到了自己还有一个儿子,和一个从良了的好姐妹。 只是这么多年不联系,她早已经没了好姐妹的联络方式。 但幸好这时,我出现了。 我告诉她,她的儿子很幸福,遇到了我爸这么一个疼她,爱她的好父亲。 几乎倾尽所有,把她培养成了九八五的高材生。 她听得特别欣慰,也越来越蠢蠢欲动。 终于有一天,她给我打了一通电话,说想要来看看她儿子。 你亲生母亲就在隔壁包厢,你是一个人过去,还是我陪你一起? 陈虚有拒绝了我的好意,选择了一个人前往。 我回到我爸的包厢,继续吃这顿我花钱办的寿宴。 我爸是真爱他这个儿子,五分钟不见,就开始嘀咕他去哪儿了,做事要出去找一找。 就在他要起身的时候,隔壁包厢,陈虚有一声痛苦哀嚎爆发而出。 我爸父爱爆棚,立即大叫着他儿子的名字窜了出去。 叔叔伯伯婶也担心地跟上去,一时间,饭桌上就只剩下我和行动不变的小三。 他看着我,脸色蜡黄,似乎已经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 我吃完碗里的最后一口饭,不紧不慢地走到他面前。 阿姨,我推你过去看看吧。 养母和亲生母亲聚在一起,这画面也挺经典的。 陈虚有亲生母亲出现,不光预示着我爸从此没了儿子,也预示着他所有谎言的破灭。 无论是十月怀胎,还是失足女假装工厂小妹。 陈曼,你太毒了。 这一年来,我处处忍着你,让着你,你为什么还不愿意放过我? 我被他指责地想笑,我凭什么放过你? 我们很熟吗?而且,别再叫我陈曼。 我的改名申请已经在走流程,以后我跟我妈姓,叫陈曼。 那场寿宴,我以为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,但意外的是,隔壁的隔壁,还有一包箱做自媒体的人。 于是一夜时间,我爸他们一家上了某阴的热门。 我的本意是让我爸在亲戚面前丢丢脸就算了。 没想到,这下全国上下都知道他陈立明抛弃妻女后,和小三一同培养多年的宝贝儿子,并非亲生。 活该,谁叫他重男轻女? 发妻陪他吃苦这么多年,就因为生不了男孩,就要被他嫌弃,抛弃。 小三有罪,不过孩子确实有点无辜。 亲妈是个卖淫女,亲爹是嫖客。 何止,他亲妈还诱骗良家妇女卖淫呢? 为此被判了好多年。 这孩子不是学法律的,以后要当检察官吗? 他亲妈这样的话,是不是正审过不了? 我觉得肯定不行,不光亲妈是,他养母以前也是卖的呀。 所以就说,陈立明就是活该。 放着好好的老婆,女儿不疼,非要跟个卖淫女一起养别人的孩子。 恶语伤人,线上线下对我爸的议论持续了很久很久。 那个曾经在小区里扬眉吐气,动不动就夸自己宝贝儿子的陈立明,仿佛真的死了一样,销声匿迹。 陈,不是,沈大夫,你看看我恢复得怎么样了,要不要再开一个疗程的药? 以前小区的邻居来找我看病,我帮他检查了一遍,安抚他,不用了,已经都好了。 是吗?太谢谢你了。 仿佛是作为答谢礼,他跟我介绍了一番我爸的近况。 那次受宴后,他气得不再理我。 我更觉得没必要再见,自然也不会联系他。 邻居说他把小三起诉了,离婚手续正在办理中。 他在现在的小区里住不下去,找中介帮他把房卖了。 小三估计平时没少捞,离婚的时候也没纠缠太多,跟娘家人回了农村老家。 陈虚有因为自己的身世大受刺激,亲妈不认。 养母也不跟,他本想和我爸相依为命,给我爸养老送终。 可我爸对着一个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耻辱的儿子,已经没了父爱,跟他恩断一绝。 检察官梦想破灭,爱他如命的父亲又翻脸无情。 他好像一下看破红尘,修了学,穿上和尚的衣服,徒步游历去了。 今年过年,因为我要值班,我妈和刘叔,还有我两个姐姐,姐夫,外甥,外甥女都迁就我,跑来这边陪我过年。 除夕夜大雪纷飞,我下班回来时,给外甥,外甥女买了几大兜的烟花。 我妈和姐姐在楼上包饺子,我和刘叔,姐夫带孩子们在楼下放烟花。 虽然不是亲姐,但他们从来不跟我攀比,不会因为他们要做饭,我却可以开心地玩而计较。 他们从一开始就也把我当成个孩子,却爱的孩子。 刚刚下楼前,刘叔,姐姐姐姐夫还在给外甥外甥女压岁钱时,也给我包了红包。 刘叔对我妈也像对孩子一样,宠着,护着,所以我妈的压岁钱红包是我们其中最大,最厚的。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,可以在这么多年后,又给我一个这么幸福的家。 也是因为刘叔和姐夫们,我才又开始萌生出一点点地想要恋爱结婚,组建自己家庭的想法。 小姨,我给外甥女点了烟花跑回来,她却有点害怕地拉住我胳膊。 小声地跟我说,小区车棚那边,好像有个人一直在看我们。 我朝她指的方向看去,果然在昏暗角落里,看到了一个高大,却稍显勾楼的身影。 刘叔和姐夫们也发现,立刻警惕起来。 小偷还是想找你麻烦的病人家属,要不要报警。 我盯着那个熟悉的身影,摇了摇头,那是陈立明。 刘叔一愣,立刻嘱咐我,那你回去后,可别跟你妈说。 我收回目光,不再看我爸,笑着问刘叔,怎么,您还怕我妈心软,和她重归于好。 刘叔不屑地哼了一声,我相信你妈现在的眼光,我是怕她知道了,会心烦。 大年初三,为以防万一,我就让刘叔和我妈坐飞机回了云南。 后面一段时间我工作也忙,平时就在医院宿舍里睡觉,没怎么回家,不知道我爸有没有再来找过我。 转眼到了春天,清明节放假时,有部不错的电影上映。 同事约我一起去看,我到电影院才知道,他就约了我自己。 手里还捧了一束不知名的小花。 对于他,我了解的不算多,但对于我,他却清楚我一切的喜好。 几个月后,他又送了我一束同样的小花。 沈大夫,我们虽然交往时间短,但我们的交集却已经有八年这么长了。 所以,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?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直约会下去,直到我们头发花白,一根黑发不剩? 虽然我们交往的时间真的不长,成为同事之前,也仅仅就是同一学校不同专业的校友。 但我后知后觉地查了,他送我的这束花,名叫玛格丽特。 花语是暗恋,原来在我质疑自己不够优秀的时候,人群里竟也有人看到了我,默默地关注着我。 来年春天,我结婚了。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,只通知了关系很好的亲戚朋友。 当然,我爸不在其中,但由于工作特殊,我和我丈夫的婚宴只吃了一半,便被医院打电话叫了回去。 急需手术的病人是被警察送来的,新来的实习医生怒气冲冲,跟我介绍着病人的情况。 太惨了,他被家人长期虐待,头发掉光了不说,牙也掉了大半。 最可气的是,他本来还能主拐杖自己行走,但因为照顾不当,胸椎二次受伤,直接变成了劫瘫。 下半身没人清理,已经烂得不成样子。 还有,他腿不是没有知觉了吗? 也不知道是谁那么丧尽天良,竟然在他萎缩的小腿上扎了好多钢针。 听他描述,确实凄惨无比。 我追问道,是警察解救的被拐妇女吗? 不是,是被他们家从外地送来找人的,好像是找他前夫。 我丈夫掀我一步换好手术服进去,但进去没几秒,他就一脸惊诧地退了出来。 慢慢,里面这个患者,你待会儿见到可别惊讶。 他这话一说,我好像就知道里面的是谁了。 又跟那个女人见面,他看我的目光已经没有了厌恶和害怕,因为他已经疯了。 双眼空洞,还没打麻药就已经目光涣散。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结束,我们一共从他腿上取出十八根钢针,还有几粒自制猎枪的钢杀子弹。 后来警察又来他做笔录,我才得知,他和我爸离婚时,一共带走了二十多万。 他娘家嫌他丢人,本不想收留,可他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弟弟,结婚正需要钱。 农村彩礼比城市里还高,他的二十多万一下就都被他妈抢走了。 他怕娘家人知道他没钱会赶他出去,于是谎称自己手里还有一些私房钱。 可娘家人怎么逼都逼不出私房钱,就恼羞成怒地给他锁进了没人住的荒院。 二弟弟的儿子性格扭曲,在同学那边受了气,就会到荒院里虐待姑姑出气。 那些钢针和钢砂子弹,就是他给弄的。 转眼大弟弟的儿子也要结婚,他所在的荒院要被翻新,他自然就成了需要被处理的垃圾。 所以,他们娘家人商量过后,决定把他送回我爸这里。 但我爸早就搬了家。 原来的小区物业也联系不上我爸,最后只能找警察。 警察坐完笔录离开,我依旧站在他病床前没走。 可能是画面与记忆高度重合,他想起了什么,眼神变得清澈了一点。 是陈曼?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你爸? 我跟他的恩怨已经了结,我现在跟他只是医患关系。 我姓沈,我更正他。 还有,很不好意思,我也很久没见过陈立明了。 那次过年之后,我确实没再见过我爸。 不过血缘关系还挺玄学。 比如,我突然想吃什么东西,都不用说,我妈就能从云南给我邮寄过来。 所以,在我发现自己怀孕,跟丈夫去妇产科做检查时,我也在那里的走廊上,遇到了我许久未见的父亲。 他正在被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大骂。 女人看着不像本地人,也不像不讲理的人,眉宇间有种翻身做主的畅快。 陈立明,有问题的人是你,还整天讽刺我是下不了蛋的母鸡。 简直他妈的可笑。 你看看你的化验结果,精子成活率是零,你根本就不能生育。 还整天逼着我给你生儿子呢? 每点十三数,赶紧离婚吧。 就你这样的,别说儿子了,你才真是连蛋都生不出脸。 我还跟你过个什么劲儿? 等你老得不能动了,天天给你把食把尿吗? 明天上午十点,明正局见。 你要是不来,我就叫我朋友去你们家门口读你。 到时候,街坊邻居都知道你不能生育的话,你可别怪我。 原来我爸消失的这段时间,他又再昏了,还是抱着他光宗耀祖的执念,想生个宝贝儿子出来。 站在走廊镜头看了一会儿,我没打算上前,转身对我丈夫说,走吧,明天再来检查。 我声音不大,没想到我爸耳术却这么好使。 他突然抬头,百米冲刺式地冲向我,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腕。 陈曼,你跟我去做爹呢? 他被查出不能生育,现在也开始怀疑起我来。 不想我妈背上什么污名,我答应了他。 几天后,我们收到了化验结果。 结果证实,我确实是他陈立明的亲生女儿。 她应该是生了我之后,为了再要个儿子,瞎吃偏方,把自己吃成不孕不育。 也害我妈身体受了损伤。 不过终于还是有了个亲生骨肉,尽管不是儿子,我爸也开心地痛哭流涕。 妈妈,你是我女儿,你快把你的名字改回来。 你姓陈,你得上我们陈家的族谱。 我丈夫在旁边听到这话,扑斥一声笑出来。 什么年代了,还上族谱? 另外,我一直想问一句,叔叔,你家是有皇位吗? 所以才这么想要一个儿子来继承。 我爸被他叫得一愣,也没顾上说叫,反问他,难道你不想要个儿子? 我丈夫摇头,儿子太逃,我不喜欢。 我和蔓蔓都想要个女孩。 我爸愤愤,你们就是太年轻。 以后老了,就知道养儿子的好处了。 我丈夫撇嘴,是你太迂腐。 如今一手好牌都被打得稀烂,竟然还没悔改。 我看你这辈子,注定是白活了。 以后麻烦你不要再来纠缠什么。 虽然我受过高等教育,但要是有人一直骚扰我老婆的话,那我也是不介意动粗的。 我怀孕后,他有力气没处使,就跑去健身房健身。 铁都没白举,他看着是撞了很多,很能唬人。 所以,尽管我爸脸上写满不干,但打量一番他的身材后,他还是老老实实地闭嘴了。 只是在我转身离开时,他又冲我喊了一句。 陈蔓,你就是我的孩子。 这是事实,我坐进车里,落下车窗,曾经的委屈,愤怒早已释然。 再说一遍,我现在叫沈蔓,我以后会努力深造,好好工作,但光宗药族也是给我妈家光药的,一切都跟你陈立明无关。